《太上书法师,金钟响玉音》 今天来谈那一个话什么 严格的通灵规范 世界上讲到通灵没有一个规范 他通他的乱讲了一大堆 但是洪师傅要用很严格的方式来谈通灵的规范 第一个,汇聚灵气,混沌见性 那就是说你要去学习通灵的话 跟洪师傅学习通灵的话 有一个严格的程序 那第一个就是要把你的灵人提高 那汇聚灵气 有没有灵?灵的感觉 我想这个应该是有办法 自己去感觉得到 你感觉到好的灵气 我想都可以感觉得到 比方说,智慧师兄世界来到昆仁山 第一个就会觉得说 这里灵气非常之好 这个是非常的显而易见的东西 但是也是要感觉 用怎么说的都不用文字叙事 混沌见性 嗯,混沌见性 我们的那个灵的世界 是一个混沌的世界 这混沌这两个字 事实上是很专有的一个名词 啊,世界宇宙还没有开发之前 啊,星球还没跑出来之前 也是混沌啊 啊,没那么容易的 啊,混沌是一个 嗯,它是一个空间啊 是一个宇宙 然后,这个跟那一个 因为是混沌的关系 所以说,都有一个牵连 啊,都有一个牵连 啊,互相的牵连 因为都连在一起了嘛 啊,所以说叫混沌 嗯,见性 那见性是指我们人的思考、想法 啊,那一个人啊 嗯,要谈见性 那就是自己本身的本性 人格特质 啊,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心灵 啊,这个是见性 啊,我们太多的 被这个世界啊 啊,所 被这个世界 那个 呃,灵性啊 被掩盖 啊,因为忙嘛 因为为了赚钱 为了利益嘛 为了工作嘛 那,现在来谈见性啊 那是因为要你回复了 那个人 的一个纯洁 一个清净 的一个扁来面目啊 啊,也可以说是解脱之道 啊,也可以说是佛法的 啊,一个高的境界啊 但是,我想 要通灵的话 你必须要去 从这边做手 那这边做手 那这边做手没有困难的 哈,扁除文字 把文字去掉 啊,我们自然 就能够清楚 自然就能够 了解 啊,不用太多的文字叙事啊 啊,阴阳印象啊 啊,当我们 可能是静坐啦 但是静坐也 也不是 就是必须要 终归终矩的静坐 思考啦 沉思啦 冥想啦 啊,这些东西 啊 心灵、内心里面 深处的东西 应该是一种 阴阳印象 好 因为这个 阴阳的印象 啊 啊 是在内心里面 啊,自己发出来的 哈 那就灵嘛 是不是啊 啊,自己发出来 而不是我们去操纵的 而不是 我们日有所思 日有所梦 一直担心的东西 啊 阴阳 啊 阴汇聚阳 啊,结合而成的印象 哈 那是我们灵通 的 根本的基本啦 哈 那你必须要去 去很清静的哈 才能够进入 这一个 灵通 通灵的领域哈 而不是 马上接到说 啊,这个又怎么样 那个又怎么样 啊 啊 谈那个什么 上辈子的事情啊 谈那个什么 祖先的事情哈 哈 无稽之谈哈 哈 那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很 真实的哈 哈 啊 靠据冥想 然后 因养汇聚而成的印象哈 啊 然后这个印象 啊 生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然后 还要去解满 是不是哈 还要去解满 哈 哈 啊 文字破空哈 呃 去掉文字 哈 呃 文字不是真实的哈 文字 并不是真实的哈 哈 心灵的想法哈 哈 或是有说 呃 天言天语的东西哈 哈 这些心灵的东西 哈 事实上 有些是文字 难以表达的东西哈 哈 有时是一点点的情绪哈 哈 有时是一点点的印象哈 哈 不是文字可以表表现出来的东西哈 哈 啊 当我们静坐冥想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一直想空的东西呢 也不能一直 清静的东西哈 哈 你还是要拨开这一个空的触地哈 哈 然后 近日有条有理哈 哈 近日 啊 印象哈 啊 思考的理论哈 哈 那这些近日印象思考的理论 不是那种 啊 很繁的 然后很多的 然后 很混杂的 没有这样子 哈 啊 从这两点就是说 从混沌 到破空啊 哈 啊 混沌然后清静 清静来了以后 又破空 破空了以后 欸有思考嘛 有想法嘛 哈 嗯 那通灵那事实上是 深思熟虑的结果了哈 啊 但是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真正清静哈 进入灵的死绝哈 啊 眼灵连线哈 哈 这个 我们的灵啊 我们肉体哈 我们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啊 电脑端啊 应该是一个电脑端 是一个终端啊 哈 那我们这里 所感触 啊 所 体会的 心灵 哈 呃 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个眼灵哈 对应的眼灵哈 然后呢吸收我们的感触 吸收我们的想法 哈 哈 那 充实的眼灵当然 是我们这个肉体哈 啊 百年以后会坏掉 哈 那会坏掉还会再来嘛 那会会再来我们再吸收更多的东西 然后灵 越往更高层次的 上去去爬嘛 哈 哈 哈 所以说 哇 这个元灵连线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哈 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哈 哈 连线哈 哈 啊 以元灵哈 哈 的一个 啊 啊 同步哈 啊 一个 雨称哈 哈 的一个 敬色哈 哈 的一个共恶 哈 这些东西哈 哈 都是很强的哈 哈 这是我们 人哈 肉体哈 哈 啊 灵魂的 要素 哈 跟眼影的要素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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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想要往内心里面的去发展 那这个心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协定 那这些协定不外乎一个字 善的协定 是不是这样子 不外乎我们是救世记民 就是去帮助人家的协定 不外乎是我们增加我们的灵光的协定 要从好的地方去着手跟想法 那您如果是往坏的方面去想 想说我们去探究下个月的彩协的号码 你无所不用其极 事实上到最后身心百怀 即使中了肉透彩券 也未必是好 因为毕竟是把自己落入欲望的深淵 这个欲望的深淵要自拔也是很难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心通的协定 有了这个协定以后 我们为了帮助别人 我们为了好的事情去探究 心灵 内心灵的世界 去跟圆灵沟通 我们得到一些真正的讯息 那这些真正的讯息就是通灵 再来 散灵未明 那事实上 后面的灵 有时候是超越时空的 那为什么超越时空 因为本来就没有时空的限制 我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我们想到哪一个区段就到哪一个区段 但是我们所能够揭示到的是闪灵 flash 一点点的那个灵光 感觉 那这个感觉从 现出那个阴阳 现出那个灵气 那然后我们还要去解码 还要去解码 不是那个坊间 很粗鲁的一个通灵 那上辈子怎么样啊 上辈子杀人放火了 但红师傅说 我们灵如果是良善的 我想上辈子也应该是良善的 不会说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是通灵的层次 应该是有高深有深浅 然后有那个 有层次 灵的层次 灵的层次 所以说我们 善言未言 我们灵越通的话 我们接受到过去现在未来 就更多了 就更多了 我们处在过去现在未来 那在现在的一个阶段里面 难免 难免 对未来不知所措 对过去甚思还行 难免这样子 但是 灵的一个沉着 灵的一个震灸 让我们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那这是通灵 善思守虑 不只是致辞 反正 红师说 静下来 静下来 得到这些 混沌渐行 得到这些 那个 一点点的闪灵慧眼 就是心有灵犀 一点点的灵犀 我想我们会更清楚路要怎么走 再来 鹰眼蝴蝶 讲到这个鹰眼蝴蝶 就是要讲这个蝴蝶效应 是指一个在动力系统中 初始条件下 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取巨大 联手反应 哇 这么厉害 蝴蝶效应表明 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 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 初始条件的极小变差 将影响这个结果的极大差异 一个爱 一个认识 到最后爱的结晶 到最后成了一个 对世界上很重要的人类 洪师在讲什么呢 事实上是在讲说 虽然一点点的 那个机会跟感觉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能一直在扮演这些角色 这些角色 慢慢慢慢的 您可以去发展 至于要是心存善念 这个世界上 心存善念的老师讲还是有限 但是我想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善的轮回循环 都会过的好日子 善 蝴蝶蝴蝶蝴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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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蝶蝶蝶蝶蝶�蝶蝶蝶�蝶蝶�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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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过去世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原因 这个小小原因 洪师傅认为说绝对不是做坏事 绝对不是伤人放过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 是很细微细小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我们要去衡量 要去慎思 要去判断 就是说给我们慰言 给我们right 给我们讯息来了以后 我们是透过我们自己的人的直观意识去判断 去判读 去解读 要必须要这些程式的 这些顺序的 不是通点不是随便说说就是了 没那么坏 这些必须要好好的去解释 必须好好的去运作 这个才是真正的 那个 严格的 通灵违反 讲到灵能频率 灵能频率 洪师傅是说 我们要接触到的人 是地物 然后我们的灵到达哪一个阶段 我们必须要有哪一个阶段的一个能界 对不对 不是每一个 那个 宗教的人 通灵的人 修行的人都是很肤浅的 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接触到很奥妙的心灵的东西 也不要自我为事 因为必须很厌力沟通的人 这个事情才会有用 这个叫做灵能频率 慢慢慢慢慢慢的修行 把灵能频率就调高了 这些不好的 这些灵能频率很低下来 就不要理他们了 那我们通灵要通上层的世界 要通那个心灵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而不是在红尘俗世里面 让老师做这些 那个粗浅的事情 心灵 还有心灵更高的层次 最后 洪书要来谈 善导收言 道善 我们必须能够导入善的一个路途 这个是我们要帮助人家 要通灵帮助人家 或是说我们自己内心通 自己灵的通 我们要做的事情 要从这方面去着手 就是这样子 倒善 这个倒善的善导 收言 有些事情 过去现在未来 明明知道我们 这个师兄这个师爵 有不好的过去 或是说未来的命运很坎坷 但是我们要收言 收言 把他 那个 圆满 有什么事情 我们去 帮他解决 那个 让这个世界 圆满 这个是 收言 洪之户的母娘的最终目标 就是收言 收你 圆满 圆满这个世界 谈何容易 世界破坏殆尽 暴力强权 谈何容易 但是 人 的想法越多 我们越有机会 感谢你 谢谢大家 今天谈 严格的 通灵徽患 感谢你 声音 声音 公开 声音 声音 声音